开斗气车 路怒正 这是现在很常见 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有时候啊 在道路上开车 你看见有一些司机 这种交通不文明行为 确实挺来气的 好比说 在一个路口 排队的车辆特别多 十辆车里边啊 总得有那么两三辆 我就得故意插队 明明这个岔路口 排着这么十几二十辆车 大伙要是一次通过呢 挺快就能过去 就得有这么几个车 非得堵到那个路口 硬往里边插 这就导致后边是越堵越长 再比如说 我现在呢是生活在天津 我在其他城市开车呀 大部分的左拐呀 执行啊都是分开的 但天津市区啊 大部分的路段 还是那种老式的红绿灯啊 就是左转执行 那都是一个灯 一块绿 这灯一绿了呀 有直着走的 有拐着走的 哎呦那可就乱了套了 因为一些你憋我一下 我蹭你一下 开斗气车 就在路边发生争执 甚至大打出手的事 咱们也看过不少 但是今天要给您说的 这是最出名的 和开斗气车相关的案件 当年呢是震惊全国 这斗气车开到什么程度 直接是拔枪相向 拔枪的人 还是一名警察 还是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 听我这么一介绍 有的听友 肯定就反映过来了 哦说的是霸州枪杀案吧 对 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霸州枪杀案 这霸州呢 是河北省的一个县级市 跟我的老家 那是紧挨着的 当年就因为这起案子 全国公安系统开始自查自究 可想而知 这起案子当年造成了多恶劣的影响 2000年6月3号 霸州公安局 康仙庄派出所副所长杜书贵 带着老婆孩子开车呀 去看望岳父 车走到太平桥一带的时候 突然有一辆车呢 就挡在他们前面了 这辆车上还写着四个字 电力检修 电力检修的那种工程车 大伙都见过啊 可能是因为工作原因 这辆车呢 始终行驶的速度啊 非常的慢 杜书贵的儿子呢 在那开着车 连续摁了几次喇叭 可是对方也没踩油门 也没加速 这一下杜辉 就有点恼羞成怒了 一边骂骂咧咧的 一边就接着按喇叭 呲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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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呲 走了这么一段 这杜辉瞅准了机会一脚油就抄了过去 但是因为路太窄了 两辆车差点就发生了刮蹭 这辆车是杜辉新买的车 新车 尤其2000年左右的时候 说谁家里边能有辆私家车那了的吗 杜辉这个气 原本就一肚子火了 一脚急沙 把车就停在了电力工程车的前边 杜辉这一急沙 把后边这辆车也吓一跳 等车停晚了 电力工程车上呢 下了俩人 这俩人呢 说话也不好听 怎么开车的呀 突然刹车 不知道多危险呢 这边杜家人也一肚子火呀 杜输贵一家三口 也急着白脸的下了车 还没等杜输贵说话呢 杜输贵的妻子气冲冲的就骂街 你们瞎了狗眼了 好狗不挡道 不懂这道理吗 这是骂人了 这是人格侮辱了呀 对面这俩人 显然也被杜输贵妻子的这个气势啊 给震慑住了 还没等这俩人还嘴呢 杜输贵的妻子更过分 蹭蹭两步上去 左右开弓 啪啪 扇了这俩人一人一个大嘴巴 平时见过不讲理的 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呀 这太泼妇了呀 下车二话不说 又骂又动手 俩大男人 被女人当街扇耳光 那么多人看见了 这俩人也忍不了啊 就准备还手 这时候 赌书贵一看 马上就要爆发冲突了 冲到前面 把俩人就拦住了 随后转过头 跟儿子杜辉就说 给所里打电话 让他们来把他们带走了 俩人听杜输贵这么一说 哟 看意思 这大小是个领导啊 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认倒霉呗 电力工程车 这司机师傅啊 姓牛 牛师傅呢 拦住了旁边的这个同事 随后啊 好声好气的说 等于就服软了 哎呀 我们呢 因为要查看沿路的线路 所以走得慢点 刚才路也窄 没法给你们让路 有什么问题 可以好好说呀 也不能一下车 就打人吧 杜辉一看 对方服了软了 嘿 他来劲了 上来张嘴就骂 你知道谁的车吗 这是啊 这是派出所副所长的车 挡了所长的车 还这么多道理 信不信 一会儿把你们全都抓走了 说完了 这杜辉一脸嚣张 就那地痞流氓那个样啊 就看着这俩人 杜输贵呢 也没拦着儿子 这手一背 哎 就看着儿子在这做威做福的 这牛师傅一看 这对方有来头 也不想让这事件升级 赶紧说两句就得了 我们也没错 是不是 不能因为是副所长 就硬说是我们的错啊 对吧 行了 我看这事啊 就到此为止 我们还有工作呢 牛师傅说完了 一把拉住同伙 就准备把同伙拉上车 这事就算完了 可杜辉就感觉 这俩人不把我们放眼里 是吧 说这么两句就完了 于是 从背后冲了上去 对着牛师傅的后脑梢 棒 就是一拳 牛师傅已经忍让到这程度了 还挨这么一下子 这是欺人太甚 于是牛师傅那个同伴啊 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转过身来 跟杜辉可就打在一起了 杜输贵的妻子也就杜辉他妈 一看儿子吃亏了 这不行啊 一边滋滑乱叫 一边拿着手里的包 就抽打牛师傅他们俩 就这样 大马路上 三男一女 打成一团了 周围好多看热闹的 这看热闹的也不嫌事大 还在那吆喝呢 打得好好好 这老婆儿子都跟人动起手来了 杜输贵的火气一下子也窜到脑门子上了 我就不信八州还有比我更牛逼的人 你看 一个副所长就已经自信到这个程度了啊 说完了 杜输贵从腰里掏出配枪来 对着人群啪就是一枪 周围本来围观群众就多很混乱 枪声一响 给大伙吓得呀 哇操就全都跑了 杜输贵的老婆孩子当时也愣住了 没想到他会把枪掏出来开枪 这杜输呀 赶紧拉着自己的妈妈就往后边退了过去 这时候 牛师傅的同伴 爬在地上喊着老牛老牛 就见牛师傅啊 一脸痛苦的捂着自己的身体 血呀 已经从枝头缝里流到地上了 杜输贵那一枪 打中了牛师傅 杜输贵一看 打了人了 整个人也冷静了下来 赶紧招呼老婆儿子 快快快上车上车赶紧走 上了车一采油 逃离了现场 不久之后 救护车来到现场 及时把牛师傅送到医院抢救 但还是因为失血过多 去世了 杜输贵开车跑了之后 也紧张啊 毕竟这是一条人命啊 也不知道打没打死人 杜辉 别看刚才耀武扬威的 但现在也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杜输贵的妻子 也没有了刚才那个泼妇的气势了 哎呀 死人了 怎么办呢 杜输贵毕竟干了这么多年老警察 他呀 心理素质比自己老婆孩子好得多 很快想出办法来了 他就跟老婆孩子说 一会儿啊 到了所里面 你们就说 我拔枪 只是想吓唬一下对方 但是对方呢 要夺枪 在慌乱之下 这才误伤了他 杜输贵认为 只要自己这边口供没什么问题 在凭借自己在霸州这么多年的关系网 一定能够扭曲事实逃避刑法 可见这杜输贵 嚣张到了什么程度 当街开枪杀了人了 他还觉得能用关系摆平呢 这起案子后面还有怎样的波折 杜输贵 之前在派出所工作之中 还有哪些让这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的事情 咱们接着上期节目来说 杜输贵冲进自己派出所之后 就说了一句话 我们要自首 负责接待记录的民警 这是杜输贵的手下呀 愣在那了 看着杜输贵 杜输贵 您说什么 开什么玩笑啊 杜输贵啪一拍桌子 没听清楚吗 我们要自首 刚才我不小心 开枪杀人了 这民警一看 自己领导 满脸怒气 身后边老怕孩子 脸色煞白 那别问了 肯定是出事了 出了大事了 赶紧把杜输贵他们带到审讯室 又通知了相关的领导 杜输贵这一家三口呢 按照事先说好的供词 把这事就交代给领导了 这杜输贵一边说着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哎呦 这戏眼子还不错 都怪我当时啊 没拿好枪 如果我能更冷静的处理这个事 就不会发生这个悲剧了 还别说 杜输贵 这一套表演下来 骗过了不少警察同事 甚至还有人替他惋惜呢 是啊 肯定是那个人太嚣张了 杜所长这是万不得已啊 可毕竟出这么大事 杜所长这政治生涯 也算是到了头了 为什么这些同事们 还会这么想这件事情 因为在正常人的心里 在正常人的思路之下 一个副所长不可能故意的当街杀人呢 他脑子再有炮 他也不至于飘到这程度啊 就在杜书贵自首没多久之后 有一个老人到了公安局报案 一进公安局就在那嚎啕大哭 我儿子被人杀了 你们得替我做主啊 报案的是谁呢 正是牛师傅的母亲 当他得知儿子出事了 差点当场就晕了过去 后来呀 还是在牛师傅同事的陪同之下 来到公安局报案 可是没想到 杜书贵早就恶人先告状了 开车走了之后 直奔派出所自首 这牛师傅的母亲 一看这讨不回公道 哎呦气的呀 就晕倒在了公安局 这杜书贵呀 就想尽一切办法 怎么能平息这件事情 私底下呢 让人找到了牛师傅的母亲 希望能赔老人家一笔钱 让他别再上告了 但牛师傅的母亲人肯定不接受啊 自己的亲生骨肉没了呀 白法人送黑法人呢 我要钱干什么呀 我要儿子 我要为儿子讨回公道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啊 牛师傅的母亲 跑遍了各个部门 每个部门都去上告 但是没有任何进展 这些相关部门 都以案件正在神力为借口 搪塞老人 就在老人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几个穿着军装的人 到了他的家里 这几个人是谁呢 是牛师傅曾经当兵时候的战友 战友们听说牛师傅出了事了 不行 我们要替他讨回公道 他们的到来 才让这件事情峰回路转 牛师傅1972年出生 因为家里边太穷 18岁 出去当兵去了 钢岛军营里 牛师傅就在射击这一项上 展露出天赋 成了部队的神枪手 在各项射击比赛上 牛师傅经常是榜上有名 因为射击成绩优秀 还获得过一次三等功呢 退伍之后啊 牛师傅就回到老家 霸州的宫殿局上班 工作这些年 一直勤勤恳恳的 牛师傅为人特别厚道 所以呢 同事们也好 领导也好 都喜欢他 牛师傅出事之后 这事传到了战友耳朵里了 凭什么呀 这世界还有没有王法了 于是他们把这件事又告诉了牛师傅的原部队 部队领导得知之后指示 无论如何都要给牛亚军一个清白和公道 有了部队的支持了 牛师傅的母亲呢 再也不是孤立无援的了 战友们四处搜集证据 在战友们暗中走访的时候 这杜书贵一家 无比丑恶的嘴脸才逐渐浮出水面 根据这派出所辖区的老百姓反映 杜书贵啊 平时在工作中就极其的嚣张跋扈 谁要得罪他了 那他一定得找不回来 不会给这老百姓好果子吃 在辖区里面经营的这些小商户 哎呦 也是饱受杜书贵的刁难 谁要是不给他好处 杜书贵能想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检查 进行罚款 别看是个副所长 但是一手遮天啊 老百姓苦不堪言 私生活 这杜书贵更不是个东西了 曾经养了情人 这情人呢 关系还非同一般 是谁呢 是他老婆的闺蜜 这情人也已经结婚了 但俩人呢 哎 就干了这不清不楚的事了 杜书贵也多次说过 会给这情人找个合适的岗位 那这事杜书贵的老婆知道吗 当然知道 杜书贵的老婆也是个嚣张跋扈的人 脾气本来就火爆 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直接冲到单位进行举报 杜书贵为了明哲保身 这才断了和情人的联系 跟妻子一再保证 不再乱搞男女关系 因为这件事情 杜书贵也遭到了处分 但是又过了几年 杜书贵凭借拉拢关系 官府原职 后来又升到了副所长的位置 除了杜书贵之外 他的妻子 他的儿子 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他的妻子呢 在霸州市医院 当一名护士 仗着自己丈夫的关系 在医院里面也是为所欲为 科室安排的工作 他全部交给新人干 新人稍微有点失误 或者稍微有点什么问题 嘿 你就看这女人吧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呀 并且他还放出话来了 谁敢在我面前不满 就去打听打听 想在这儿干 就得听我的话 这副丑恶的嘴脸 这家伙 架子比院长都大呀 杜书贵的儿子杜辉 更甭提了 从小父母溺哀 拿了钱之后 外边花天酒地 学习成绩一塌糊涂 1996年杜辉才刚满16岁 就把一名初中同学 骗到家里进行了强奸 因此杜辉被判处 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出来之后 还是不知悔改 我老子是副所长 哼行霸道 收集到证据之后 牛师傅的战友们 选择找媒体披露 他们利用部队的关系 邀请了很多知名的媒体 来报道牛亚军被杀案 并且利用这些渠道 把杜输贵一家人的种种恶行 公之于众 一时间这起案子 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没过多久 这媒体一报道 河北省公安厅亲自下达命令 要求将这起案件 重新审理 其实这案子 说简单也简单 在场的目击证人不少 但之前他们因为杜输贵 人家副所长不敢惹他 现在媒体都爆出来了 省公安厅都发话了 来吧 纷纷的出面作证 他们早就看杜输贵不顺眼了 目击者的证词 跟杜输贵一家人的口供 截然相反 眼看着真相浮出水面了 杜输贵还在那喊着 冤枉啊 冤枉啊 而他在面对死者 牛亚军的母亲的时候 他竟然跟这个老人家说 都怪你儿子 又不是你儿子 我会落到如此地步吗 到了这个时候了 他有忏悔之心们 一点也没有啊 最终 狼房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杜输贵死刑 赔偿被害人家属 经济损失费 抚养费等 共六十万八千余元 而杜输贵与杜输贵的妻子 佟建华因为包庇罪 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七年与五年 判决结果出来之后 杜输知道后悔了 在杜输贵被执行死刑那天 杜输和他的妈妈佟建华 依照规定去见了杜输贵最后一面 执行完之后 杜输抱着自己的母亲 在那儿痛哭流涕 假如我不追上那辆车 我不冲过去跟别人打架 我不包庇父亲 我爸是不是 说到这儿 赌灰也说不下去了 但是再后悔 又有什么用呢 况且我们不知道 他的这个后悔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后悔 出狱之后又是不是 真的能够重新做人 安利波 男35岁 黑龙江省大庆市赵州县 丰乐镇丰墙村人 2012年7月11日 安利波在北京和一外籍男子迎面走来 两个人在胡同东口的公侧旁相遇 安利波掏出菜刀 砍中外籍男子颈部 外籍男子趴倒在地 鲜血不断地从颈部建出 置其死亡 警方随后查明 被砍死亡的男子 叫做米尔斯 62岁 美国人 接下来请收听由刘大明白 为您讲述的 中国大案纪实 北京精神病人 安利波刀杀洋人案 2012年7月11号 安利波在北京持刀 砍死了一美国籍男子 动机不明 安利波黑龙江赵州县 封强村村民 35岁 无业 这并非安利波第一次行凶 一年之前 他曾经两次在上海 迟到行凶抢劫 后因诊断为精神分裂 作案时期被发病期 没有刑事责任能力 被遣送回原籍 一个已经确诊的精神病的患者 有危险倾向 却并未得到居住地政府方面足够的照料和监控 直到再度离家并犯案 安利波行凶的背后 是当地对精神病人 监管举措和制度的缺失 事件发生之后 当地派出所所长已被免职 部分警员被停职 安利波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7月11号 安利波在北京同死一名美国籍男子 这位黑龙江省赵州县丰强村的村民 吴燕 因一年前在上海的抢劫 而被村里人熟知 安利波随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由上海警方送回老家 在家乡里的一年里 安利波本应该被相关部门严加看管 并定时回访 但是家人村子县民政警方 这一系列责任人 却因各种原因缺位 这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 最终离开家乡 来到北京 他再度掏出了刀子 在北京持刀杀人 7月11号 安利波和一名外籍男子迎面相遇时 掏出彩刀 砍中对方搏梗 窒息死亡 7月11号 15点20分左右 安利波出现在北京大山兰地区 取登胡同 根据媒体报道说 安利波和一外籍男子迎面走来 两个人就在胡同的东口的公厕旁相遇 安利波掏出菜刀 砍中外籍男子的颈部 外籍男子趴倒在地 鲜血不断地从颈部建了出来 附近的居民称 凯人者随后顺着胡同向西跑去 整个过程只有半分钟左右 民警很快地就封锁了现场 搜寻凯人者 警方随后查明 被砍死的男子姓米萨 62岁 美国人 据北京警方通报 安利波于7月11号凌晨乘坐火车 从原籍到了北京 安利波的父亲和封强村村民最后见到他 还是事发前一周的时间 出发的那天 安利波跟家人嚷嚷着 要去大庆打工 他的父亲安继父默许了这一要求 并要送他 安利波生了气 他情绪大变 张公之脸喊了一句 送啥送 转身就出了家门 曾经有村民看见安利波 穿戴整齐 积极地往镇上的方向走 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村干部和当地派出所 也并没有监控到 一个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 要出远门了 村里人 没有人知道安利波去了哪里 直到警方前来调查 安继父才得知儿子杀了人 还是在相隔千里的京城之中 2011年2月 安利波在上海两次迟到行凶 抢劫 司法鉴定 诊断其患有精神分裂症 案发时 没有行使责任能力 这并非安利波第一次迟到行凶 2011年8月上旬 安利波的姐姐安丽英 将他从大庆市封乐镇派出所领回家 安继父见到了久未谋面的儿子 安利波套着一件灰衣服 精瘦精瘦的 贼溜溜的看着安继父 不言一声 也没有叫爸爸 静止走进了屋中 安继父一时用贼溜溜的词 来形容儿子回来后的眼神 不正常 像是在盘算 带着一点胸 1994年 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安利波 离开老家 到上海工作 从1994年到2011年 安利波一直在上海 只偶尔回乡探亲 在大城市的他 被村里视作能人 但是2011年8月 当地派出所 给安继父打电话 说安利波当年 二月份的时候 在上海两次持刀行凶 抢劫 接着 上海市渣北分局的刑警 将安利波送到了赵昭县 公安局 封乐镇的派出所 在上海渣北分局 刑警带来的书面资料中 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司法鉴定出具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 该意见书 对安利波的精神状态 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作案时 及目前为患病期 对其刑事责任能力 以及受审能力 停定为 无刑事责任能力 和无受审能力 安利英去派出所 接安利波 临出门 他记得派出所的民警 嘱咐自己 好生看管弟弟 别让他再次的惹事 安利英 将弟弟送到了父亲那里 安继父 腰椎肩盘突出 腿脚不灵便 没法种地 只能替人看林子过活 安利波 也被带到离大庆 十多公里的林场 在林场 安利波 开始揭露出更多的问题 他跟安继父抱怨 说自己一宿一宿 睡不着觉 脑瓜一直嗡嗡响 这个时候 村里还没有人知道 安利波因抢劫 被送回了老家 7月14号 安利波的父亲 安继父说 他对照管儿子 有心无力 安利波的父亲称 当地公安机关 并未对儿子定期回访 事发前 警方只接触到 其中的一次 安利波杀人之后 当地派出所所长 被免职 2012年春天 安利波随安继父 回到了封强村 给兄嫂的二十亩地帮忙 自此出现在封强村 村民的事业里 他在上海 吃刀抢劫的事情 也在村里传开 不久 安利波的古怪 开始显露 村民看到他 在村子当中 漫无目的地穿梭 垂着眼睛 骂骂咧咧 毫无理由地和村民吵架 打架 通常都是安利波 先骂 先动手 可是当对方还击的时候 他往往又会逃走 安利波的出现 搅动了整个村庄的平静 许多村民见到他 都躲着走 黑龙江省监护治疗管理 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条例规定 经鉴定 确认为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的 有该精神病人所在地区的县区 以上的公安机关填写 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入院审批表 报主管公安机关批准 送安康医院治疗和管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 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也被当地警方收回 渣北温局 大庆市公安局和当地派出所 也均未回复记者的询问 因此无法确知安利波 是否被鉴定为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 但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犯罪心理学专家李梅锦表示 作为一名有过持刀抢劫经历的精神病人 安利波有着相当大的危险性 然而当地警方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曾有村民因安利波的危险行为 要求派出所出面管理 但是并未得到回应 大庆市公安局称 安利波被送回之后 丰乐镇派出所民警将其转交给其家属和村干部 要求他们对其严加看管 固定的监护人是其父亲和村干部 公安机关定时回访 村干部否认了大庆市公安局的说法 7月15号 封强村村之书徐建国告诉 记者说 村委会并不知道安家的状况 而派出所也并未告知 有精神病人回到村里 安家人称 不论是村干部监管 还是警方的回访都不存在 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村民的证实 就在事发前的一星期 安利波还和村里人干了一仗 同村的一位坐着轮椅的村民 傅振波在路边乘凉 安利波路过 看了他一眼随即开骂 火大的傅振波回骂 安利波转身离去 随后带着一个铁锹回来 向轮椅上的傅振波冲了过去 但是被围观的村民一把拉住 在110赶来之前 安利波已经被傅振波的本家兄弟们打了一顿 安继父记得 派出所的民警直接将安利波送回了家 交代了几句 要求他好生看管就离开了 我怎么看他呀 他这么大个人 我整不住他呀 安利波的父亲安继父抱怨说 但是这一些话并没有得到在场民警的重视 安继父说 这是事发前当地警方与安利波的唯一的一次接触 对此警方并没有回应 当地警方说 安利波在北京杀人之后 当地派出所所长被免职 部分警员被停职 政策规定 民政部门等应加强对精神病人的管理 当地民政部门说 公安机关并未通知他们 即使安利波并未被确诊为 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 他仍要接受严格的监控 黑龙江省监护治疗管理 危害社会治安 精神病人条例规定 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其监护人负责对精神病人的看管和就医 而其所在的居委会 村委会 以及卫生 民政等部门 都应加强对精神病人管理和治疗 预防其危害社会治安 安机父也曾经将治愈儿子希望寄托在政府的身上 安机父说 当地政府能出点钱给他治病吗 或者管管他 等他好了 再打工还钱给国家呀 这种救济的渠道本已开通 截至2011年8月 黑龙江省已经设立 哈尔滨 大庆等七个重性精神病管理治疗示范区 并且指定了七家公立医院和基层卫生机构 一同承担危险行为重性精神病病人应急处置任务 按照黑龙江省2011年公共卫生专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实施方案规定 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 指定医院和乡镇卫生站需要将其信息记录在册 并进行每年四次的随访管理 同时有药物住院治疗方面的费用优惠或者补助 按照程序进入这样的精神病院 应该由封墙村村委会将名单逐级上报至赵州县民政局 由民政局申请 经市级民政部门批准之后 由规定的精神病院接收 然而这些均与安利波无关 尽管村民大都都知道 安利波存在精神问题 但是封墙村的村支书徐建国坚称 他是今年七月份看到新闻才知道 安利波在北京杀了人 此前并不了解他是精神病人 封乐镇的民政科的工作人员也称他们不了解 安利波的情况 因此也无法帮其申请精神病示范区的入院优惠 封乐镇民政科的工作人员说 安利波是户在人不在 而且当地派出所也没有告知他的情况 赵州县民政局也称不知道安利波的存在 但即使民政局得知 安利波也很难入院接受治疗 赵州县民政局救济科介绍 能够收治精神病患的医院的床位十分稀缺 申请之后须层层审批通过 这是一段较长的等待时间 除非病患确诊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对于这些可能的救济手段 按己父无从知晓